我走了 去山河大地看日月星辰 去乡村田野看花海盛开 感受三风引路 体会人间烟火 迎接风霜雨雪 等待春去秋来 我知道我的人生丢了一些东西 挺贵重的 我得去把我找回来 所以我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 回到我生命的起点 我就想再活一遍 就这么赖皮 就重新开始 我觉得上一次我活得太着急了 也太用力了 赢得没那么体面 输得也不够帅气 错过了好多人 也错过了我自己 心智肯定是成熟了 但是快乐变少了 思想越来越深厚 顾虑也越来越多 最重要的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把我们这个年纪又没有什么成就的男人 称为 老灯 听起来好枯萎 有一种随时都要熄灭的感觉 但是又狠狠地 踢进现实 有段时间我甚至已经准备好 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慢慢地等待死亡 沉默着逐渐凋零 但是躺了一会就觉得 哎呀 有点 不甘心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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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太累了 需要停下来歇歇脚 需要恢复一些心力 你看 路就在那儿 这次你还会那么在意终点在哪里吗 我想不会了 因为你知道 答案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